出租车司机柯先生在中山北路上正常行驶 突然从天而降的瓷砖砸中了车顶 看看 到时听到什么声音 很响 非常响 非常响 危险啊 没行 柯先生说 他当时正行驶到中山北路264号附近时 突然听到车顶一阵声响 下车一看 车顶上居然多了三块瓷砖和一个窟窿 还好车内的乘客并没有受伤 随后柯先生和附近理发店的员工搬来花盆 将危险地段隔离开来 提醒路人注意安全 顺着柯先生手指的方向上看 瓷砖是从七楼的外墙上掉下来的 脱落的面积有一个多平方 去理发店的员工讲 掉瓷砖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以前还曾把他们店里门头砸坏过 门头也紧张 非常砸坏 那么有没有跟那个房屋联系呢 联系过的 以前这个钻头搞了一次 搞了一次但是他可能搞得不太刺激吧 据业内人士讲 由于外墙粉刷不牢 天气炎热 外墙装饰砖 白天受热膨胀 晚间预粮收缩 自然就会脱落 希望七楼的户主能够尽快 派人彻底清除这个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